这感觉太棒了 这鸡做的老透了 那当然了 夏天这鸡这么吃就是个爽 我们国宴做过水晶虾 水晶鱼 水晶肘 今天做了个水晶鸡 大鸡大猎 今晚吃鸡 开搞 先把鸡腿的骨头给它去掉 这很简单的事 还是那句话 去不了就找热心老板 这样他给你剃完了再拿了 今天用两个鸡腿 两个鸡腿都不少了 夏天真是解锁 夏天吃鸡的另一种方法 对 这个东西啊 它不逆人 完了呢 吃饭啊 喝酒啊 啥都行啊 就是说家里边要改善一下生活 搞一个这个水晶的东西 夏天的 特别讲究 这 完整的啊 给刮胡刀啊 给它刮一下 这都是机器这个芭蕾皮 对 那毛也是吧 这是我今早买的两个鸡腿 一斤肉皮 一人肉皮 行 可以啊 把鸡腿 焯一下 火 给它清干净 焯一下行啊 把它捞出来 看 这鸡皮多亮 煎入这个水 把猪皮剪一下 也是焯一下啊 焯一下 焯一下 主要是把这个 去油 去油 是吗 小心啊 开锅了捞就行啊 关键的关键啊 一定把这个油给它去净 要不去净 直接影响这个质量 今天呢 我偷偷偷的买这个肉皮 还真不错呀 这肉皮一个是大张 再一个呢 它这个 油也很少 不是很多啊 油脂呢 油脂很少 这个肉皮焯完之后啊 给它切成这个粗丝 这个呢 切粗丝呢 一定我们要把它洗干净啊 反复用盐给它戳洗啊 这样的话呢 它除了这个水晶的效果才能好 再一个呢 我们这个 火焰呢 我们用这个水晶的东西啊 做的非常之多 我们曾经都做过啥呢 火焰 水晶虾 水晶鱼 水晶肘子 是已经先备 我们都做过啊 我们今天做的是水晶鸡 加两勺盐 先给它拌均匀 然后加温水啊 一定是温水 好 像这种 反复搓几啊 搓几五遍 最早呀啊 你看它煸了点水 已经清了 再搁盐 再做 再上温水 温水 淘到这种程度 看不看 这水就这么清了 我们现在把它捞出来 不要打得这么清才好 对呀 咱的火焰呢 那要求的高啊 放点八块松江 OK 加热水 够了 开锅了 给它搁到锅里 艾瑞巴迪 蒸 整 整盛 开锅转中火 中火 那边蒸着肉皮 那边煮鸡 鸡 就是冷水搁里 放点盐 来点底口啊 放点葱姜 还是三件套吧 三件套 去腥三件套 花雕酒 葱姜 煮鸡 一定大火烧开 小火 这个很快就熟了 这个鸡好熟了 用筷子一扎 扎透了 断生了 这就捞出晾凉啊 哎呀 这下去肉皮正了啊 这肉皮咱就炒了是吧 对呀 肉皮你放凉了 拌着吃 扫着吃 都可以 四肠好啊 肉皮这个汁啊 已经凉透了 我们给它倒进来 这点汁正好 哎 放这个 横温冰箱 冰箱冷藏吧 对 这个已经成冻了啊 哎呀 这个感觉太好了 炎热的下点 嗯 来点这个 这样 看 棒棒 来一刀 多鱼 这都是精华呀 非常的水晶啊 非常的水晶啊 这感觉太棒了啊 咱这是一点添加剂没有啊 纯粹的就是肉皮啊 哎 还是那句话 嗯 炎热的夏天 来一块这个 味儿没 这个边儿要起了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对 就在这一刻 完美 完美 我先替你隐私们尝一尝啊 嗯 效果非常好 这个要注意啥呢 吃这个东西要蘸点酸酱再加 我们的果愿是蘸点姜毛乳虾油 对啊 开胃 效果好 烤味好 这个做的时候呢 一定是把这个肉皮呢 要毛刮净 烫完了之后呢 要把油清净 切丝 葱洗它五面 而且里头要割盐 或者是割点茄 把油给你洗 把油给你洗下 这样蒸出来之后呢 才能形成铁劲 对啊 透彻是吧 透彻你看看多亮 来一下 蒸要蒸到时间 蒸了两小时 必须得 这胶纸能出来啊 对 关注老引记 每日烟火记